譬如說我放在這個西瓜買進來之後 放在我的倉庫裡 然後呢 結果發生了水塵 泡水了 沒有來不及搬它 泡水了 所以這個西瓜就不能賣 好 那就是我的什麼 非常損失 那非常損失 既然非常損失你把它想成 它就不能賣了 就是把它想成我的成本就是什麼 就要減少 就是等於是我沒有買那麼多東西進來 好 非常損失 好 我的西瓜呢 損失了一些 所以呢 我會贏 我的成本就會減少 因為它非常損失 本來就是 就把它想成是它不能賣的東西 所以成本就 你想成你沒有買那麼多東西進來 沒有買那麼多東西進來 你的零售價也不應該定那麼多 所以非常損失是會影響 這一段就是什麼 影響你的成本綠熱器 這一段就是影響你的成本綠熱器 所以你要去分哪些的交易 它會影響的是什麼計算 好 所以它非常損失 它是會影響你的成本綠的計算 好 所以不管是現金接出 還是平均成本綠的成本綠 都會有這樣的一個影響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這些是影響我的這個成本綠的計算 但除了這個之外還有沒有呢 好 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就講跟我銷售有關係的 好 跟我銷售有關係的 好 跟我銷售有關係的呢 我們剛剛很簡單就有個什麼 銷貨金額52萬 如果我告訴你是銷貨總折 然後又告訴你說 我有銷貨折扣 那我有銷貨退回 那該怎麼辦 如果我有銷貨折扣 好 你現在想想看 我在訂那個零售價的時候 我有去估計說 我可能給多少買方的現金折扣 沒有 你是說我要從零售價裡推 我有多少東西還沒有賣 所以我就要去算的是什麼 我當時候按照我當時候設定零售價的時候的 心態或者是想法去做 所以我當時候在設我的銷貨折扣 我在設我的零售價的時候 我並沒有去評估 我可能會給人家多少的現金折扣 所以當我在算我的零售價賣掉的金額的時候 銷貨折扣不用扣 因為我剛講了 我在設定零售價的時候 我並沒有去評估 我會給人家多少的銷售折扣 去訂我的零售價 沒有 所以我的零售價裡頭並沒有把 因為可能會給人家的現金折扣扣掉 所以當我在計算的時候 我賣的那一端 我的銷貨 我給你的資料如果是銷貨總金額 銷貨總額 好 那我可能在銷貨總額之後呢 我可能會發現的是銷貨折扣 銷貨退回 好 那我剛才講了 銷貨折扣的時候呢 它不影響我在訂零售價 所以我把這邊 我要去扣掉我的賣掉的零售價 我要得到的是我出售的零售價 或者是減少的零售價 減少的零售價 為什麼會減少 基本上絕大部分來自你出售的 或者是出售的零售價 好 那我剛才講了 我的銷貨折扣 假設我現在銷貨總額是某某數字 銷貨折扣不影響 我現在算我的零售價 減少了多少金額 那我說基本上零售價 為什麼會減少 絕大部分來自你 因為它賣了 好 那折扣不影響我的零售價的減少 因為我當時在訂零售價的時候 並沒有去估計 我有多少零售 你會給多少買方的銷貨者賣 所以當我有銷貨折扣 不用扣他 我有銷貨退回要扣掉 因為什麼 我賣掉 銷貨總額是我全部賣出去了 它退我多少的時候 我才立法再承認銷貨退回啊 所以我的銷貨收入的是我的總金額 並沒有扣掉我的銷貨退回的金額 好 那銷貨總額當然也包含了銷貨折扣在裡頭 因為這是總金額嘛 所以全部都沒有扣的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不過還有一個什麼 員工折扣 請問一下 你寫過那麼多的會計分度 跟滿滿有關係 就是會計分度 你有發現進貨折扣嗎 有發現銷貨折扣嗎 有發現銷貨折扣嗎 也會寫過員工折扣 沒有嘛 從來沒寫過員工折扣這個科目對不對 沒有對不對 好 但是呢 基本上我們都是什麼 一個企業都要照顧自己的員工嘛 所以呢 員工折扣 我在打九折 好 那打九折 請問一下我在定我的零售價的時候 我有去想說 我有多少是要賣給員工的 所以我的零售價訂的比較不一樣 先想看齁 我剛剛就像我在定銷貨折扣一樣 我有去想說 我賣我的定的零售價裡頭 有多少可能會發生銷貨折扣 所以我的零售價訂的不一樣 沒有 我東西賣給員工的時候 我也沒有去想說 我的東西裡頭有多少會賣給員工 所以我零售價訂的不一樣 沒有 但是你去想想看 當我賣給員工的時候 我賣給員工的時候 因為我一開始交易我就知道對象是誰 好 所以我賣給人家是100塊 我賣給員工90塊 所以我賣給員工的時候 就是借現金貸銷貨收入90塊 所以員工折扣有沒有包含 在我的銷貨收入的金額裡面 再說一次喔 我如果現在賣給 我假設我東西賣給人家正常是100塊 我現在賣給員工90塊打9折 今天員工弄我買 我就是收到90塊的現金 我是借現金貸銷貨收入90塊 是不是我直接把員工折扣扣減掉了 我並沒有說借現金90塊 借員工折扣10塊錢 再銷貨收入100塊 沒有啊 因為從頭到尾 我沒有承認銷貨員工折扣這個通貨 為什麼 因為我賣給他的這個時間點 我就知道他是我的員工 我就用9折賣給他 那我的銷貨折扣是 我賣給他的時候還沒有收到錢 我不知道會不會在折扣期間付款 所以我賣給他是借印收帳款100塊 帶銷貨收入100塊 如果今天他在折扣期間之內 是取得2%的折扣的話 我是借現金98 借銷貨折扣2塊錢 帶印收帳款100塊 所以我這樣舉這個坤分入的意思 都選說銷貨收入 在你一般賣給人家 雖然訂有折扣 在你入帳的時候並不知道 他會不會在折扣期間之內付款 所以你的銷貨收入 包含銷貨折扣在裡面 那你賣給員工的時候 因為你身份已經很確定了 所以你賣給他的時候 你已經把員工折扣的金額先扣掉了 就像我剛剛講 我賣給員工90塊 就是借現金或是印收帳款都一樣 帶銷貨收入90塊 所以銷貨收入在當下就已經把它扣掉了 沒有包含在我的銷貨收入裡面 但是回過頭來看呢 我們剛剛講說 我在訂這個零售價的時候 並沒有去決定 我有多少要賣給員工 零售價訂的不一樣啊 所以呢 當我有這種情形之後 我要把員工的職貨加回去 加回去 還有一個正常的損失 好 在我的銷貨收過程裡面 難免就是我保存最常發現的是什麼 比如說我有揮發性的商品 那我取得當中就難免正常就是 在我合理的情況之下 讓它可以廢花掉了 所以我們本來買進來是100公升的酒精 好 可是呢 因為正常它會廢花掉5%好了 所以我正常可以賣的就是95% 那95% 你賣的 等於說你可以賣的是95公斤的酒精 所以你賣的95公斤 你拿它就是95公斤的消貨收入 而且你訂這個零售價的時候 你用100公斤就算了 所以你的正常損失 你要當作的是你賣掉 所以得到我減少的零售價的金額 好 所以最後才會得到我的什麼 存貨的零售價 好 然後再來根據我的成本格動假設 來訂出我是平均成本的零售價 還是先進先出的零售價 好 還是那個 再訂從我的存貨的零售價 跟著我的成本率來決定出來 我是要算的是平均成本的零售價 還是 對不起 平均成本的存貨 還是先進先出的存貨 好 所以這一段就跟我們剛剛寫的完全一樣 好 所以我剛剛先寫 我再算上面這一段 再算我成本率的時候 會考慮到的交易分率 交易事件 這一段是在考慮我賣掉的部分 可能產生的交易現象 好 這是我們最老經理回去呢 把250頁到253頁 好 好 一直到呢 257頁 好 這個地方呢 又是比較新的東西 好 年售價 計算比較新的東西 那下個禮拜我們再來講 新的兩個地方 好 嗯 就是我們的那個 存貨的決定 對 那我們助教版呢 好 我們上次聽說大家講說 我們現在呢 因為 助教室移動式的輔導 好 之前呢 是每一個禮拜一 都在2019 等著大家啦 那結果大家都 都沒去 好 那我們分期去了 就這樣呢 我們就開始移動式的輔導 所以 從現在開始 冷待 下課 還有幾個小時 就在教室裡頭 同學 最尤其是 就我剛剛所講的 走 離婚的地方 就立即可以請教 學衣的助教 可以幫你做 最快速 最有效率的解答 那你肯定不做行的時候 都不擔心 改給你 比較輕鬆一點 好 那我請教室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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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